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是终于咱们开年了 这个叫既成传统 元宵以后才做事情 是吗 到元宵才算年 我们真是精华 所以展望新的一年 我的感觉可以用六小灵同的话来做座右铭 就是说今年要想对付得了9981难 您就得有72变 今年我们决心跟观众加强调情 所以说很多观众在微博里说 咱们仨抱猴 挺好 说不如猴年抱一年 我那就抱两天 你们要不喜欢 我就把它扔了 我现在有一种抱着徐老师的感觉 给大家介绍 这是咱们陶燃老兄 咱们著名的经济学者 刚从陶燃亭回来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光看咱们这个面子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有隐私的部位 开年第一天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导演 你可以看看我们导播间的照片 这个是很难见到的 你看这就是给我们切箱的导演 你看这给我们切箱的导演 你说有这样的导演 我们节目还有救吗 没问题了 这个是新年美人鱼传统 就是人寿合作 那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叫人寿教 是吗 好 那我说了 咱们离新闻已经久违了 对吧 今天邦当赶上一个碰头彩 我就给你们报新闻 现在是新闻与段子已经同步了 你知道吗 已经已经同步了 这个首先咱们说新闻啊 今天上午 我终于可以说 今天上午十点 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啊 回答什么问题呢 就前段时间说的 这个小区啊 城市的这个小区 将来不能设围墙了 已经设了围墙 将来可能也要逐步这个开放 然后呢 这个段子 同时出现 我一下子已经收到了两个 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就是 哎 这得讲古了 唐高宗 那个 不是 那个李渊是什么来着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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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祖了 对吧 不管吧 反正是一个皇帝吧 对 李渊 他有几个儿子 本来这个太子是李建成做的 但是话说那天呢 这个二哥李世民 穿过玄武门 袭袭东宫 刺杀 不是 射杀太子 然后呢 这个二哥李渊吉 听了非常惊诧 说是这个东宫啊 戒备森严 二哥你怎么能够射杀太子呢 到东宫 到他的地界去 李世民听了哈哈大笑 说建成的小区 也要开放了 哈哈哈 您听一段段了 我第一次听到 但是这个确实很有创意啊 对 还有说呢 以前那个诸葛亮的控城记 都不好使了 说诸葛亮控城记 失败了 玩陷了 司马懿 人进去了 然后五花大绑 诸葛亮被绑到司马懿跟前 说这是怎么回事 强开了 都过去不是一直刷好了 不进来的吗 司马懿就是说 哎 建成的小区 也要公共化 为以后的实现内部道路 公共化 怎么不能进 不 说实在话 历史上 这个这个 你现在到巴黎铁塔上去看 凯旋门下面这个道路 那个四通八达 盖的这么漂亮 当初真的是出于这个考虑 就是为了这个对付革命啊 警察可以在最快的速度 到达任何一个街区 他当初是 的确 而且呢 妙是妙的很 他这么一个实用的军事的目的 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公认最漂亮的城市 你要到今天为止 你上面去看巴黎的这个 整个城市的格局 还是最漂亮 你得这么想啊 咱们是什么呢 磨高一尺啊 道高一丈 对 咱们这警察也许不能第一时间赶到那个犯罪的这个现场 但是呢 北京不是 呃 当年去年那个 在王府警偷了那个珠宝中表手电的那个 不是 说什么 钟 钟表珠宝商店的那人 对吧 是啊 问题是 他坐上一辆车 在长安街上走不出四公里 就停在那儿了 警察最后 好征一霞的 赶到那儿把他逮着 对 我也觉得这个肯定有的人 这是胡搞 肯定不是出于这个考虑 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区的保安 他们统计过了 朝阳啊 人口啊 百分之十五就朝阳群众啊 哦 根本不需要什么警察 直接 这这这这 陶老师 这这把把把把把你冷落了 这个事情 您有研究吗 呃 我一直在关注啊 因为我那个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原来我们这现在 我这个微信群 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很争议 一般的老百姓呢 肯定对这个事情是反对的 我这个微信群里面 人都住在小区里面的群众 他们呢 都这个相当于交了物业费 然后原来买这个房子后呢 公共绿地啊 道路啊 这都是公摊了面积 掏了钱的 包括停车位 现在呢 这个突然要一打开 那你说一打开 退钱 要不然退权 要不然说你侵犯我的这个产权 因为我们这个07年 大概有个物权法 就规定了这个 这是已经购买了这个业主的共同产权 现在你突然一下打开 那所以现在这段子就多了 这除了打开小区以外 还他还说了一些单位大院 单位大院 你先把中南海啊 先把各个部委的院子 先给我们打开 打开中南海的 都有人说了 对 对 所以你现在边打开 我们这边也可以考虑 我觉得这个里面这个争议很大 主要 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呢 它的目标主要可能是要解决 一些交通的问题 但它实际上没有考虑到 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形成 这样一个封闭小区的这个格局的 包括这个格局里面的产权关系 这个问题没有完全 这个想清楚 然后就出来 我觉得最高法 今天上午发的这个 这个意见呢 我觉得也有点仓促 你得跟我们一起 怎么是最高法院吧 不是中共中央跟国务院的意见 你现在就依法治国 你欠缺学习了 人家最高法院这个就说了 说这个事儿是党中央国务院 党和国家 现在他们说的这事儿呢 新华社发的这东西呢 叫意见 它是国家政策层面上的 他说但是真的要推进呢 还要有一个立法呀 法制化的过程 那么对此呢 我们最高法院呢 严正 不是他说的不是严正以待 他说的是密切关注 这个反正是努力应对 因为网上有这样的说法 说这个意见 是违反了这个务权法 是不是叫务权法 对对对 就是07年 那这个听上去很吓人 这个中央文件违法 这个听上去很吓人 那法院的态度是什么 他没说这个意见是对的 他说现在这个还是一个政策层面 但是真的实施有个法制化的过程 就是这个有一个最高法院的领导 好像前面写了一篇文章 意思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然后今天可能又出来这个解释 反正现在我想他们 因为这个政策出台也比较突然 所以我想我觉得 务权法它不是法院顶的 务权法是全国人大的 它是中国的一个法律 最高法院它主要做这个司法解释 是 学生没人想违法 你不要挑这 他现在问题 而且这个最高法院 还帮着党和国家解释的 最高法院就说了 说这个小区的这个封闭 建围墙 这是中国人当年农耕时代的产物 你晓得吗 所以为什么他们原来这帮网上大V 都一叫中国都叫村 非常不爱国 就是说农耕时代的产物 随着未来城市的发展 这就是说道理上也没错 对吧 咱们希望比如像纽约那样 就说这个城市 毛细血管很发达 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 你一走出去就只有大街 而且这样会导致各方面的不方便 你记得台北吗 台北这个城市的美好 就是从飞机上看破烂不堪 对吧 残旧不堪 但是一到地面上 你就有这种毛细血管的感觉 简直我到日本京都去看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你这个小街小巷 因为小街小巷可以有很多饭店 小的店铺 你这个人方便 所以你看住在台北的朋友就说 养老我就在台北 就是说我半夜两点想吃碗面 下楼走不到两十步路 我就有地儿 你讲的这个我非常同意 从街城市的规模来看 这个小区对街道的这个模式 就是香港北京是一路 台北东京是一路 就是我非常喜欢陈冠中的一个说法 他说一个城市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你走下你的住的房 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 你可以接触到三四五种不同的房子 就是有高楼了 有街道了 有别墅了 有花园了 但是现在在香港你都知道 其实内地现在的这个地产业 形成的小区是来自于香港的模式 包括我们的土地 是高价的土地 因为因此他要盖高楼 你看我这块地这个价钱买来的 我哪能让你盖街道 盖小房子 我非得盖族 你能盖多高盖多高 然后就搞成这个小区 从城市的角度来讲 我当然喜欢台北 喜欢东京 但是这是一个历史造成 今天在北京很简单 你二环内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限制高度 你将来这些四合院 这些小巷的改造 你走街区 你不要再搞成一个维也纳 一个布拉格 一个一个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有些地方 比方说四环五环外的这些公路旁边的这些小区 它盖的是四十层五十层的大楼 你说它拆围墙不拆围墙 它对道路有什么影响 对而且这个毛细血管发达了 也有这个很多小区里的住户 这个担心呢 这个小偷他跑也有出路了 是吧 到处可以钻 保安怎么办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之后 今天是这个枪枪三人行历史性的一天 徐老师讲了 终于今天可以讲今天的事了 所以陶老师你功风其胜 一定要拿出些这个有力度的看法 对这个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 你是什么态度 我觉得呢 就是刚才徐老师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包括你也说到 就是说在东京或台北 你看它没有这种封闭的小区 它这里面有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个地方政府啊 在这个小区出附近管这个事的人 它能够给你提供非常好的安全 卫生啊 包括绿化的服务 我们现在呢 这个地方政府呢 它基本上不太负这个责任 它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开发商 开发商成了一个物业公司 然后我们呢 就每个人给这个物业公司交物业费 来单独的提供啊 所以就说这个事情 这个政策呢 从长远来看 包括它对于一个商业的发展 包括对于这个交通的疏导会有帮助 但是它是有后面的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啊 这个政府呢 是由老百姓是吧 对老百姓负责任的政府 他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 我们就愿意开 您这意思就等于说 要是把围墙拆了 北京的公安管不了保安 是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 大概前几年就有这么一个事 有一个北京就有个小区呢 他的这个物业公司啊 跟这个呃 原来的这个这些业主 呃 发生了纠纷业主就不交费了 然后是物业公司呢 就撤了 撤了以后呢 这个小区呢 就成为这个小偷 包括入室抢劫犯 频繁光顾的地方 还有那成猴山了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呢 他这个也反映了我们这个 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政府呢 在这些提供了这个公共服务 包括警察服务 包括小区内部的这种卫生和这个服务 他甩责任啊 这个需要改进 你把这事情做好了 大家可以不交物业费 我们可以去交物业税啊 而且这个是有规模经济的 你每个小区都顾保安 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吧 对 我我我打断你一下 我我我看了点东西 他这个你也不能说是 好像说政府放弃了这个小区内的 这个保安推给开发商 他这个还有一个更 以前您研究过的问题 过去地方政府 为了拿地挣钱 对 所以拿地挣钱的动机就是什么 大块大块的批地 你看到拍卖 那个开发商大块大块的买地 弄了这么大 高价的 对吧 那么大大块 中国老百姓喜欢身宅大院 然后呢 喜欢假山 喜欢园林 好 围上围墙 给你弄 喜欢 而且新富起来的人们格外喜欢 显示出自己跟穷人的距离 对吧 然后所以他就所以是共同 我觉得是共同形成的 对 但这个也就也就反映了我们的社会 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很不平等的一个社会 他有钱的人 在这个非常我们在讲这种 gated community 就是关了小门了 就是就铁栅栏的小区里面 那那外面都有一帮穷人 是吧 这个在美国呢也有这种 但是非常富的人 他他自己掏了钱 然后雇些保安 做小区 他大部分公寓楼 他全部是开放的 他全部是开放 他只是在这公寓楼房呢 在楼房里面 楼房是封闭的 纽约啊 但他街道呢 买房子租房子有个标准 就有没有dorman 对 就有没有门口有一个戴帽子给你开门的人 有dorman的就贵 这个大楼 你没有这个管理的呢 就便宜一点 所以他们其实也还是有这个 所以你就哪天咱们专门在谈 最近这个北美啊 美国那边华人不都在游行吗 对对对 就这个警官梁彼得 对 我就说我先不说他这个事 他这个让我联想到的是什么 这个梁彼得 他巡逻一个楼 嗯 这个楼啊 居然能让他跟他的警察同事就惊吓到 要可能准备开枪的这么一个程度 因为他楼里边是私楼啊 那就叫草木皆兵啊 听到一个响动 不管他是走火啊 还是怎么着 至少是把枪拔出来 那你说那楼 它底是不安全到什么一程度啊 所以啊 现在这些小区啊 也是一个个小小的安全的独立王国啊 但是我 我的一个感觉啊 现在有的人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复杂 嗯 说是地产业跟汽车工业的博弈 嗯 明白吧 哎 现在这个新的措施呢 很多是从交通的角度 比方说他们拿出来的数据 我看到有有有报纸有文章说 说上海的这个道路啊 嗯 总共各种道路有四万多公里 嗯 可是实际上能开的只有一万多公里 嗯 那另外两万多公里呢 按他的说法就是弄堂了 小区了 就各种各样的单位里边的小路啊 什么时候 他的意思就把这些都开放了以后呢 我们的交通就解决了 我觉得这里边呢 稍稍有点误区 虽然我个人趣味上 我刚才讲了 我喜欢街区 喜欢街道 不喜欢小区 对香港这种盖房子 我非常讨厌 但是呢 总体原则上 我觉得是应该楼为先 还是车为先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 人为先 对啊 但是就是以人来说 我们人这一时住行吧 一时住行 其实说到底 实是第一位的 这是肯定的 那住跟行 哪一个重要呢 我觉得城市 不能为了交通方便 来改变住宅格局 就是说不能是我为了通路 我把房子全改掉 这个当然是两面说了 另外一个呢 我就觉得 这种东西不能一刀且 我刚才讲 北京二环内 有高度限制 你可以做街区 但是有些地方 有些二三线城市 它的房子盖在山中间 周围都是荒山野树 你说盖一个楼 不搞一个墙 人家谁敢住啊 而且 情况是非常不一样 我记得 我再多说一句 若干年前 我记得有一个文件 说盖房子 不能超过90平方 是为了照顾平利益 我当时一看这个文件 我就很搞笑 我说中国这么大 你90平方 在北京二环 在青海 这完全两个不同的意义 怎么能这么一刀且呢 后来果然 这个政策 就完全不起作用 我就觉得 这种事情 不能一刀且 不能一刀且 而我倒是 还是学习 这个最高法院 他就讲 让我讲的 他说这是农耕 小区的这种围墙 农耕时代的产物 农耕也没错不好 对 我是这么想 这个的确 它是跟中国人的 这一某种 就是 只扫自己门前血 不管他人瓦上霜 有这么一种心理 有关系 就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希望对外封闭 或者说你看 日本民族也是 非常小的入口 这个心理 在我身上 我觉得就体会的 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觉得就能反映 我这种心理 你看我住的那个小区 有围墙 但是我失去安全感 到什么程度 我在他本来的木门外边 我加装了一个 这么厚的一个 铁门 而且就是双重猫眼 你看我木门上有个猫眼 铁门上还有猫眼 然后 有没有装这种监控系统 那咱还没有那个奢侈 是吧 有一天 叮咚 叮咚 我就听见按门铃 按照我的这个 查水表 我得看 我得在猫眼上看 咔 这猫眼看不清 外边还有一猫眼 开了这个门 那么一看 外头 两位 曹阳 女士 不是 俩女士 赶快开 不认识 按说像这种情况 我都问你干嘛的 什么什么的 问不清楚 我不会开门 后来我看了一下 就是容貌 还是比较 比较端庄 是吧 我咔一开 一开门 我发现这没干净 这俩后边还有个男的 然后 我说你们有何贵干呢 好 原来你知道的跟我干什么 就说您是这的这个业主 我们也是这的业主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小区的业主 都团结起来了 那个地铁 怎么怎么着 好像地铁 修一个什么路 这个您觉得怎么怎么着 我一直就呆呆看着这俩女人的脸 我也没听明白 他好像是地铁工程 经过我们这 是对我们利益有好处 还是利益有坏处 反正最后他们就说 您应该签名 我们发起了全小区的这业主 跟政府要求签名 你说你看我这种中国人 典型就是中国心理 我当时你知道 这就反映咱们集中生智 不怎么办 我说他说不光签名 你签了名你还得开会 你知道吗 后来你知道我怎么反应的 我说 我说这不是我家 业主不在 我说他朋友 业主不在 我临时在这待会 本来了了吧 这时候后边的一直没说话的男的说 你不是那个电视上的 这是好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好 我签名 这下完了 这家两位女士说 你为什么不在电视上帮我们呼吁呢 你在电视上帮我们呼吁 我们小区的问题 对吧 顶一百个人的签名 我一想这事情又变成了另一个问题 这是我亲身的经验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请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个陶老师刚才这个动议 就说这个中南海是不是开放一下 也可以讨论 我没有说 我是觉得有一些大院 单位大院 或者是政府 尤其是北京二环内有很多大院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 就像你这样说的 跟新中国的规划真的有关系 说北京 3700座单位大院 说涉及到私权的小区居民 这事很复杂 对吧 人家公摊的钱 你怎么给人算 这门讨价还价 跟拆迁问题差不多了 但是先把公家大院给拆 大院都是国有化波土地 他没掏钱 对 人民大院 更加应该 首先响应中央的号召 这是大家的建议 你们那边响应了 咱们这边再慢慢谈 以身作折 你觉得这个能执行吗 我觉得这个政策恐怕很难执行 因为那些大院 他说我有很多理由 要不然是军事的 要不然我政府部门 我不能随便干扰 所以这个政策 可能最后很难执行 你是说大院政策很难执行 大院政策很难执行 但是拆小区容易执行 拆小区就更不能执行 更难执行 就刚才您说的 像这种小区的 其实现在很多小区 我们在城市社区里面 发展出来的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这个是越来越强大 如果他强行要去这样做的话 这些很多小区的业主 他会行动起来 然后跟政府 那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对抗 我们那一半业主 一直没交物业费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中国很多小区的情况 就是说 我对你的物业不满意 我对你提供的保安 各样服务不满意 所以我不给你交物业费 但是你不交物业费 这物业公司也有理由了 那我更加没法让您满意 因为我没钱 怎么恶性循环 还是拆掉为强吧 对 这就 让陆林们 让我们的小区 真正变成水不良山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在于 小区是可以拆掉 政府 你把你其他的服务都做到位 如果做不到位 我们 就没法拆 如果要拆 你把服务做到位 我们就愿意拆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甚至老百姓愿意说交税 我们现在你看 我们住小区 每一家都是交很高的物业费 这些物业费 其实是 这个物业公司也赚了不少钱 他 每个公司 每个小区都雇这么多保安 其实是没有规模经济的 按道理的 如果你这个政府很负责任 你到台北或者是东京这些地方 他那警察随时可以到 是吧 有问题可以随时到 他会很负责任 包括垃圾 他就在楼下直接给你处理掉了 我们现在在小区里面收集垃圾 然后再运到你指定的地方去 然后再运走 所以又雇一波人 所以 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是涉及到我们一个政府的 一个服务的 越听越矛盾 越听越模糊 但是我发现有一点 我越来越清楚了 就这样的事情 就应该先讨论 再出顶层设计 咱们不是在讨论吗 现在是先有顶层设计 再讨论 这个次序有问题 这不单是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 我们国家确实在 最近这些年 关于一些重大的政策改革 确实 有这个倾向 先出来政策 然后再找一帮人来解释 包括一些学者 来解释政策如何好 实际上很多政策 是在大家争论 每个人都有这些利益 然后一碰到民意的反对 就往回说 最后明明很好的建议 也实行不了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的 最后引出来的一个结论 要是能够吸取这个教训 以后别的事情不要这样 就已经非常好 包括以前这个黄灯是吧 黄灯可不可以过的政策 也是有这个特点 就是说你不能够 一定要经过社会各方面 不光是学者 政府官员 还有社会各个利益相关方 他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是绝对相信 他这个主意是非常好的 对 就是之前也没有人去这样想 而且小区呢 盖得越来越洋大求全 加固了贫穷之间的隔离 对交通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提出这个建议的 那个专家 真的是放眼世界的 看到了世界上很多城市的风貌 只是这么多实际的问题 所以我看他这个意见 其实我的感觉 还是符合咱们一贯说的 就是说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他指出了美好的前景 他说的是将来嘛 以后再见小区 就不要封闭了 已经再见的小区 也要逐渐的开放 至于说呢 具体怎么实行 咱们从来都是看着办 中间还有最关键的三个字 原则上 就是原则上要拆掉 对 所以如果你哪天服务到位了 老百姓说 可以拆了 你说我们安全 咱们就做 我觉得就是这个方向呢 可以这么走 但是呢 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你也把这个条件 给我们创作好 而这个条件的主要 但是行不行 是遇到这个 然后我闹到这个 个人 不过就是 我的6个字 就说是